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雕的话需要将耳朵侧边漏掉的这个金色部分补上 在原版的话是漏掉这个涂状 然后身体上在电影中有许多这种像是苔藓一样的绿色细节 我也是简单做一下 用了两种绿色吧 一种偏深一种偏浅一些的绿色 来模拟这种长苔藓的一个效果 在电影中的话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特别犀牛在犀牛形态下的话还是挺明显的 在人形的话镜头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的 像是手臂啊肩甲这些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苔藓的痕迹 然后身体上这原版的这个金色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有些突兀吧 所以我在金色部分的表面都用海绵 做一些黑色以及秀色的一些做救效果 让它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突兀 然后膝盖的话也是做一些简单的秀迹的效果 然后腋下这块装甲在电影中的话也是有点绿色的秀字 以及一些黑色的效果 背后的细节对比电影来说 原版的分色其实做的已经挺不错的 我只是在基础上加深了一些自喜啊 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做救效果 然后内骨架的话我就是全部都是黑底加银色的干扫 跟以往的那些产品我是一样的处理方法 但是比较简单吧 金牛整体的话 其实这款AMK的偷色部分其实不是很多 所以补起来的话也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武器部分的话算是偷色比较多的地方了 像是电影中这边基本都是绿色的一个发光效果 我这边就简单补了一些绿色 然后这边的话原版模型就留有这种孔洞 你只要补上基本就比较还原电影中的效果 对比电影来说后面这段造型是偏短了一些 然后表面也简单做了一些秀字的效果 这期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 就是简单做了一个补色吧 算是一个简单的涂装指示吧 也不算什么教程 毕竟这个重图也是比较简单 大家一直叫我出那些教程 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你只要买一些水性漆自己涂下 基本都可以涂出来 我会想到其他人的药物来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